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喜欢吃烤磕的观众 觉得要睁大您的眼睛了 桃园这一间超人气的自助烤磕店 强调的是无限量的仙磕赤道宝 老板选用嘉义冬食直送的仙磕 每磕又大又肥美 经过了赤烤之后 磕磕饱满多汁 有来自大海的鲜甜 另外就连白虾跟蛤蜊呢 也都是赤道宝 店里头还有多达80道的热炒料理 像是盐烤无锅鱼 不用多加调味 就可以尝到鱼肉的鲜嫩跟细致 难怪是店里头的超人气 大火炙烧下带壳的仙磕 冒出汤汁一打开来 肥美的仙磕呈现完美的水滴状 吃进嘴里有着大海自然的原味 每一颗都是多汁鲜甜 烤磕啊 就是没有什么粗沙 也没有什么腥味 然后就是很新鲜 很好吃 拿起仙磕拼命地往嘴里塞 就是这个满足的滋味 让客人吃得眉开眼笑 其实在这里 不止仙磕可以吃到饱 连白虾蛤蜊也能无限吃 这家仙磕吃到饱 跟其他店家的性质不一样 是因为它还有蛤蜊跟白虾吃到饱 像我们已经吃了 来半小时已经吃了四五盘了 草原这家自住烤磕店 位在龙潭交流到附近 走进店里 诺大的空地摆了几张桌子 板凳 桃壳就露天坐着吃 享受悠灾的美好时光 但这边都是很干净 然后他们也会放歌 这个又是露天 那氛围我就觉得很放松 它的价位来讲 真的让我们这种上班族 还算可以负担得起 草原猪大评价吃到饱 更有许多人远道而来只为一场雄亲的咸咳滋味 我碰过了一个客人 一人吃六盘 一盘的话应该有四斤 还有碰过的就是有四个年轻人 他们从银林开车 开到我这边是已经十点半了 我说我们太晚了不能烤了 他说老板你先给我烤一下 我就是要来你家吃磕 每天从嘉义冬食搭夜车赶过来的仙磕 老板李文綺不怕麻烦 一颗一颗筛选 接着用双手仔细清洗 才能送上烤盘 这种磕从海里面再拉回来 它上面泥很多 所以说这个泥我们一定要给它弄干净 不然客人在烤的时候都吃到泥就不行 你看我们第一次洗出来这个水 这个都是泥 那我们洗的话大概就是看到磕的 本色本来的颜色 这样就可以了 近身完毕的鲜磕被炙烈烈火烧出鲜香 鲜美汤汁不断流出 光看就勾人食欲 你看我们这个新鲜的磕里面都还有水 那磕要怎么看它熟不熟 它这个有磕的一个大肚子在这边 它只要这个颜色变成乳白色 就表示这个磕已经熟了 就可以吃了 现烤现剥的鲜磕水嫩又饱满 每一颗都超Q弹 一口虾肚清甜多汁 一点腥味也没有 搭配天然海水 滋味为咸满嘴都是鲜味 排排烫好的白虾慢慢变得通红 剥去虾壳 饱满的虾肉吃起来很有嚼劲 绝妙的滋味同样让人难以抗拒 还有整颗的活蛤蜊在炭火上烧得直冒泡泡 非美的蛤蜊肉侠带着满满汤汁 口感软嫩吃得更是原汁原味 难怪生意耗食一天能被吃掉一百台斤 它的鹅辣吃起来口感就是很新鲜 然后也很辣咳 就是很鲜甜这样子 因为我在外面都会吃到很多那种 蛤蜊是会有沙的 然后是不然就坏掉了之类的 可是它是活的 打着仙科白虾蛤蜊吃到饱招头 吸引不少客人上门 这家店的幕后推手 就是53年次的李文琪 原本在中国大陆工作的他会在台湾开店 全是为了原外申一个梦 我的外申他那时候跟我讲说他想开 我是跟他讲很辛苦 那那时候他说可以 这个苦他能吃 我说好 那没关系 你要做嘛 我就支持你去做 资金的部分什么 我说没关系 这个古代想办法来弄 因为是龙潭第一家 烤科吃到饱 一开始生意好的不得了 但外申却在这时罹患蛇癌 想起那段日子他忍不住 眼眶泛泪 他那时候也不敢跟我讲 等到怎么说呢 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慢了 就剩三个月 心很痛 本来是很胖的 已经说成不成样子了 后面治疗都是我给他去嘛 带他去嘛 我跟医生也谈过 医生说没有用啦 我说没关系你花多少钱 我们花没关系 他说不是钱的问题 是这个已经没办法了 已经扩展到全身了 即便积极治疗 依然毁天乏术术 冰文期痛失挚爱的外申 决定辞掉工作 回到台湾 接下店面 刚开始的时候是 说实话 真的没有心在这边啦 看到东西都是他的嘛 他弄的嘛 因为心情不好嘛 所以那时候 也没有说很积极的 要想说才做这一块 现在最主要就是一个心愿啦 因为这个招牌是他弄的 等于说要联系他的招牌啦 我现在的想法就只有这样而已 为了逼自己振作起来 他每天都往厨房跑 跟厨师讨论新菜色 推出一系列的热炒料理 我们最主要是烤蚵 烤虾 烤蛤蜊嘛 那因为有一些客人 他们来的时候 也会点一些热炒 这一道葱爆牛肉呢是 客人来基本上都是必点的 精准掌握时间和火候的葱爆牛肉 牛肉吃来肉嫩滑口 不会过于干柴 搭配脆嫩的葱段 就算多扒几碗饭都不成问题 那一道盐烤无锅鱼 广石卖相就很吸引人 细致的鱼肉饱水多汁 而且入口即化 在嘴里散发出自然的咸味 这个鱼味觉得它烤得很好吃 而且它不会烤到很干 到现在我们其实放了一下子 都还是很多水分 因为有的无锅鱼就是真的有那个土味很重 但是它的味道就是完全不 就是去腥味 因为它有加生姜蒜头 我觉得那个去腥味去得很好 守着外申的心血结晶 年过六十的李文琦 因为忙碌一天睡不到五个小时 但它甘之如瘾 现在我找了这个柯彤 他刚才跟我讲 你六十岁了你还这么拼 我说不是拼的问题 现在是一个责任问题 那天我小孩来 他说你瘦了 我说对啊 瘦了 瘦就瘦啊 没关系 瘦反而健康一点 以前在大陆有个大肚子 现在肚子都没了 面对失去亲人的打击 李文琦没有一觉不振 在她的认真打名下 小店生意越来越好 吹着凉风 听着音乐 伴随阵阵炭烤箱 就是这样的风格 让来到这里的客人 都能卸下一身疲惫 敬请享受自在的用餐氛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